老爷您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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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貂蝉 小姐 义父 好孩子 您安然无恙啊 我没事 好好好 你批的这是 是 是凤凰涅槃 是凤凰涅槃 虽说贼兵都跑了 可是我们得到的也只是一座空城 哇 这桓果好大 我要是早生十年 就可以到这里来玩玩了 千儿 子儿 东贼乱京 破满天下 四百年的大汉王朝 夜间竟变成了一片灰烬 这是大汉的命啊 是 主公 你看 主公 这是大汉天子的 传国玉玺呀 传国玉玺 末将年幼的时候 就听家父说过 这传国玉体上 签着八个字 寿命于天 寄寿永昌 春秋年间 便和采玉进入京山 看见一只金凤 落在一块大青石上鸣叫 便和便抛开青石 采得一块绝世美玉 便把它献给了楚王 勤命六宫后 这块玉就落入了秦皇的手中 丞相李斯啊 亲自撞刻了这八个字 秦皇就把它列为传国玉玺 离传百事千事万事 主公 你看 就是他呀 成母叔叔说得非常对 爹全儿也知道 那你说说 秦皇银政得到这块 传国玉玺以后 根本就没有传千事万事 仅仅传了两事 报秦就亡了 后来由我高祖皇帝一统天下 建立了大汉王朝 玉玺落到了高祖手里以后 又传了十五代君王 一百多年前王莽窜逆 校园皇太后就用这块玉玺砸贼 玉玺掉在了地上 崩坏了一脚 后来将人们就用黄金相补了 二弟 二弟 你是怎么知道那么多的 那是应该的 主公 今日上天 把玉玺受命于主公 足见主公 有其物物至尊哪 aqui Warszawa 小伙子 affordable 喝 可是谁知道这东西是福是祸 别胡说 哥哥 难道你忘了吗 秦皇想往他传千事万事 可仅仅传了两事 报秦就亡了 住嘴 长婆 末将在 传令各部 立刻收拾行装 明天一早 随我返回京东 遵命 报 报 主公 元盟主率领诸侯大军 快要进城来了 他们到底是来了呀 陈刘备 拜祭列位 先皇天亮 东贼祸乱天下 殿污宫廷 焚毁宗庙 亵渡皇冈 臣 身为帝昼后裔 禁不能剿贼监宫廷 退不能保境安眠 惭愧呀 愧对列位先祖先皇 好 哥呀 这说两句就行了 谁知道先帝爷 他听得见听不见 刘备 刘备 今日在先祖先皇面前立誓 此生此事 臣定要剿灭叛贼 堪平四海 光复宗庙 忠兴皇室 玄德老弟 我去问你 袁绍何在 我听说在嘉德殿上 为孙坚制酒庆功的吧 你可愿意 随我去见他一面 好 我与你去 孙将军 请 孟德兄班师回朝了 情况怎么样 大胜而归吧 救回盛家了吗 我没有得胜 我大败而归而且败得极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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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不要再行养 遭遇吕布的伏击 不其伤亡过半 如果不是曹洪把他的战马 让给我 此刻我已经命丧吕布几下了 孟德 孟德孤军追杀 孟德孤军追杀 勇冠三军 随败有荣 是吗 啊 我也有一句痛彻心扉的话 想说 你说 说 贫富庶子 不相于谋 曹操 你这话什么意思 袁绍 袁盟主 我等会盟以来至少有三次机会 可以把董卓扑灭 可是